波特有意思 欢迎回来 你现在收听的是波特有意思 我是代班朱其林 我是七号 今天来帮大家邀请到一个 很有趣的来宾 像七号 像我台语没啥练回来 我台语这么的破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说 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一个台语 我今天就帮大家邀请到一位 这个老师 长期在台湾从事台语文的教学 我们欢迎是陈庆华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听众大家好 我是丹庆华 我是苏代国家中心的欢迎的教师 不过我也有开台语的则定 老师有开台语课程 老师您教台语多久了 差不多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因为在民国差不多九十年的时候 政府很高约要讲台语 学台语 所以那时候文化大学他就开台语的书主委 背分班 我参加那个班 差不多上课上两个日 拿着证书 所以我就开始在文化大学开始教台语 在书主的一些有兴趣的人学的 那您爽不是说很多 有兴趣的人我怎么没教 我得教 所以民国九十一年 教到今 所以老师你最近是教国语的? 现在也有教国语 现在算两个都教就对了 零双生道 对 有教国语 主要是教国语 因为来 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在台湾和国语中心和国语 主要是和国语 我们的对象是外国人 外国人 是外国人 外国人现在对中文很有倾斥 感觉有需要 所以有很多人来台湾和法语 台湾人说法语 就是我们说的国语 就是中文 所以主要是和中文 但是我们的国语中心 也有试一些语台语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些外国人 她的女朋友 或是男朋友 或是她的先生 她的太太 或是台湾人 当然跟她的太太 女朋友说是说国语 但是她跟她的父母 阿公阿嬤 就没练回来 就没想说 又听不懂 所以她有幸福 我们学校都有开台语 让我来试试 我也想说 要跟我们女朋友 的家宿 可以说台语 主要他们的动机是这样 所以说 你也有试试外国人就对了 对 我们的对象都是外国人 都是外国人 这我就很好奇 外国人学台语 他们学的情形 怎样 他们觉得很注意 对外国人来说 学国语和台语都是学外文 对 其实是没差的 对 但他们最大型学的就是国语 他们的主要来台湾 目的是要学国语 学国语后 是说台语很好有在教 他顺着学 所以我们的对象都是外国人 外国人有美国人 什么国家都有 什么国家都有 我们说联合国 什么国家都有 有哪些呢 像美国 日本 还是一些法国 都有 德国 都有 他们学的情形 但学起来 成效感觉 感觉如何 是不错的人 现在有一种 我们学国语和台语的方法 没什么样 没什么样 对 想说我们跟外国人 要跟他台语 跟我们跟法语 其实是同样的方式 先跟他发音 比如台湾人 我们有七个音 当然以前是有八条 现在是七个音 因为第六到第二是同样 先跟他如何发音 没有音 主音 怎样讨论 生条怎么说 慢慢的效 在说日常的 好像对话 我们的对象 因为外国人 我们所谓的 都是比较基本的 位 所谓的方面 都是我们生活上 要用到的位 你吃饭 吃饭 或是时间 问路 打电话 要去讨论 很方便 一般都学这方面 基本的 刚刚我跟陈秋环老师 台语讲的时候 聊到说 还有像日本来的主管 特别来学台语 对 非常出于 因为我在想问 为什么你们对台语有更多 因为我们的女朋友 我们的老公 我们的太太 我们男朋友 台湾人 我们公公国是没问题 不过阿公 阿嬷 老婆 老婆 有时候他们说什么 我听不懂 看不懂 跟他们说话很顺 所以我想要学台语 还有一个很趣 就是 我学到日本的主管 来台湾的主管 他说奇怪 这台湾人 看着我 驚慌 驚慌 很悲 但是如果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看不懂 大家在家 不知道在说什么 甘巴在说话 不是在说好话 不是在说好话 如果这样 我就要学台语 所以 他教掌的对理事 台语 文化 就好好拍我去教 我去教的时候 都不想要认识 他在说什么 他说有什么 你这么神秘 他说 我就是要学看 他们在说我的拍位 还是说 他们有什么欢迎 不敢说 我听了有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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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湾很有趣 很有趣 而且这个讲起来 他就是有台语 欧台语是没有实战性的 对 他说我要了解 到底 我的完工 是在说什么 是说我的拍位 还是说我有什么所谓 要改善 他不敢跟我说 我认识 他说 对我的职务 有很大的帮助 主管学了两年 台语说得不错 他的完工都不知道 他听有台语 我真是神秘 真是神秘 不过就讲起来 因为他就是变成一个 沟通工具 对对对 而且其实沟通工具 你要学台语 其实要有一个 语言的环境 是不是 如果说 你说现在小孩子 他只要学台语 他是不是有 好像语言环境上 比较不能配合 是啊 现在这种 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 学台语 跟老婆老母 阿嬷学就好 不用到学校学 现在 大家的意见 没什么样子 但是 对于说 一个学习 或成年人 学医言的方法 其实就要有 我们说要有议议 有议议 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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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语在台湾 我可以每天都在住 人家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可以这样学 我时间有短 或说这个地方 说台湾话也很多 我就慢慢学 不要紧 但是如果我在台湾 基本是两年 一年 或是我时间有缘 当然我们就要有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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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是说车到了内容 但是如果说车货 车喔 车会车是文变得比较 Erg I tell you 车齐第七声 就变成这样 车第一声车第七声 车第三声 說車 車好 就不一樣 所以變調是對於我們來講話的人沒有感覺 每天聽到老婆 老婆 大家都這樣說 但是外國人他沒有這種環境 所以你就要教他怎麼變 你放後面是這個聲 放自己家裡單獨家裡的時候 或是放在月子裡的時候就一彎來調 但是放在月子裡就要變調 你跟他說這些方法 他不會說到很奇怪的台語 所以這就是我們教學 有教學有方法去教 跟別人說話的溝通 這種方法是不一樣的 方法是不一樣的 對 像我這樣就很好奇 外國人 老婆 老婆 學台語怎麼直播介紹 介紹非常有趣 剛才主持人我們剛才在開講 就是說現在有技研環境 有現在新的意 新意 或是新的名書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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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人這樣說 但是你如果說臉書 聽到很奇怪 怪怪 大家都用臉書 就是說這種已經 已經是很普遍的書用 還有很新的名書 一般我告訴你 你就是個技就好 比如說他的名字叫大衛 David David 英語說David 還有他說大衛 介紹我問他 請問你從哪裡來 我從美國來 我是美國人 我叫做李大衛 我介紹呢 叫他介紹 因為國技介紹就好 因為很多名字 日本名 韓國名 說實在 念起來也很奇怪 沒人聽到 所以說 油美子 對 油美子 日本人名字 有的四五年 五十二年 說做國技 或是說外國名 外國名很長 對嗎 亞歷三大 亞歷三大 要怎麼說台語 說台語 翻證人都聽不懂 所以我就說 名書 或是大家都通用 現在很現代的名書 直接就用國技講 其他才用台語講 這樣他們都可以接受 也比較方便就對了 喔 比較方便 這是不是有反應說 現在台語啊 在跟這個 新的詞彙在接軌上 是有些出現一些斷層嗎 對 你看 國技聽眾 你可以注意聽 我們現在的台語 報告新聞 你要叫他 通常民俗 地名 國家的名 通常用台語念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可以說哪個國家 但是如果說國語 大家聽得懂 意思就是這樣 一些新的民俗 一些大家都這樣說民俗 大家都這樣說就好 不用就一定要翻證台語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 的循環 不過你看我們現在 報告新聞 報告台語新聞 比較 國家比較重要 也是都用國技講 還是說比較 專業的民俗 他也是用國技的講 因為你翻證台語 翻證大家聽不懂 不過重點是因為 要讓大家聽不懂 對 因為議員本來就是 大家都聽不懂 你為了說 我就要堅持我議員 原本的音是怎麼聽 翻證大家聽不懂 這樣也會失去他的意義 不過陳老師你已經提到 像歐台語 有些人會覺得說 很困擾 說好像這個字跟那個音 好像都各種版本都無 這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文法 民俗議員的文法 日的損失都不一樣 台語是一個很古代的議員 所以台語本身的文字 是很古代的日 古代的日 現在用了一段時間都不在用 不在用 現在有的日 我們就寫不出來 新請就要另外做一個新日 來介紹這個藝術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很多 很多課本 在教台語的 很多漢字 就是台灣日的社會都不一樣 很多科本 很多專家 他們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生活不一樣 所以他們漢字也不一樣 對我來說 我是教外國人 我覺得這種日的文字 對他們來說 不是很重要 只要要知道藝術 所以我在教的時候 都是直接翻出國語 直接給他翻出國語 比如說 很高興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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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要說 影響的台語 就說 真 歡喜 真 歡喜 食材 那個食材就不知認識 它就寫熟 成熟的熟 四字相似的四 就這兩字 熟識你 那你跟外國人說熟識你 他說什麼要做熟識你 他就不知道 對他說 熟識是什麼意思 還有一個最基本的 你有事嗎 國語說你有事嗎 台灣議員先生你有事 戴就是代表你代 字就是一個 一位一個 一位一個軟 一位一個寄 一個贏 一位一個字 那個字 那是 我們都聽聞 樂觀看什麼叫戴字 什麼這是戴字 對他說還一個困難 那一般 他就說 如果我學國語 我就學台語字 中國人本來很難受 現在還有一個台語字要抓狂 很困難 所以我在教的時候 我是以方便為主 所以我都說 直接翻作國語 我比較方便 因為國語的字都知道 現在台灣的教台語的現象 其實我們現在教不是教很親密 你不可能說教 我教授 教新聞 教新聞那樣親密的字 沒有什麼可能 一般的學都是學立上的對話 我們在生活上可以講到的話 比較簡單的話 比較短的話 那種話就是 一般的英國語的翻譯就好了 我就不敢翻作台灣早的古早字 因為古早字有時候也不知道可以做這種 每個人說的 每一個專家都有他們的意見 不是每個字都一樣 有不同版本 對 不同版本 那老師你講好像 像我們這幾個年輕人 年輕人 要學台語 你有什麼建議嗎 要學台語 比如說 剛才要跟我們的家長 阿公阿嬤 要說話 或者是 在工作上說不定也用得到 有的時候好像找不到一個什麼環境 可以來練台語 因為我的建議是說 因為那個 如果要說不是很困難 就是發音 有時候我聽到電視台 或是少年說發音都說不準 不準 發音不準 沒有音、主音、不準 說一個小事給大家聽 我們這樣說 台灣人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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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就是語 我們說語、語、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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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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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所以她說 有的時候說 我是台灣人 我 我 那 就不用說語 我 語音 沒錯 因為語這個語音 國語是沒有的 發音是沒有的 不然 台灣孩子聽著聽著不清楚 他就說我是 說我一個外國學生 他是美国人 大夫的人 他的女朋友 他说我告诉他 我是美国人 他的朋友说不对 我是美国人 不是我是美国人 他说老师你说不对 我女朋友说 我的女朋友说过去 我的女朋友说我是 老师说我是不对 我说不好意思 你跟你的女朋友说 不是我是 我是 因为那个歌的下音 那个歌的下音很厉害 他直接说听不清楚 他就把他放过 还是说不对 这对外国人来说 但我困难 但是外国人他听时 他都听了 你如果教他我 他就听了 所以我的意见是 不管是台湾孩子 还是外国孩子 发音 台湾的音 女母 主音 母音 先教我怎么认 台湾 飘准就对了 台湾飘准的时候 他在念的时候 就不会说得很奇怪 像超年代 不认识 还是说那个 阴不准 那种感觉就对了 还有台湾有变音吗 像我刚才说有变音 变音有的 没什么变 比如说我 有我们说我 那一句我就是 台湾人会说第二声 我 国家好像第四声 我 但是第二声 如果放在头前 就要变第一声 所以你说 什么人是丹老师 我 我是丹老师 变成我是丹老师 我就不可以说 我是丹老师 但是现在 有少年人说 我是丹老师 我是什么人 他就是不能变掉 所以我们如果 他说 不用说戈情侵 就是说 发音变掉 台湾人或是外国人 他知道怎么变掉 说就不能叼掉 乖乖 乖乖 乖乖到变掉 就是不能变掉 那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 要学这个 发音 有什么主要 可以找吗 这很多人 说我发音 也有很多方法 现在的发音 像我在教 我是用 我们最初来台湾 团告 那个团告书 我们叫教会罗马 教会罗马发音 我是用这种 为什么我用这个 因为这很简单 就是ABC 外国人 因为很普通 我教的对象是外国人 所以你还叫他 保普摩波 我就不敢说了 还叫他保普摩波 我又够 够够一个日报出来 很困难 所以你教他 ABC 直接罗马发音 但ABC不是 ABC 我们有罗马 但对他来说 那个日报 他可以接受 可以实施 现在台湾的课本 有的是 我们的主因符号 保普 比如说 一个保 他够一个膏 一个翘起来 就怎么打 对他来说 对外国人 我感觉不是很适用 所以我在够 都是用教会罗马 的品音方式 都够他 他们感觉很简单 虽然说 没说真准 不过 他们直接就念得出来 哦 这样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 陈庆华老师 来 谢谢 大家再见 报道有意思 稍等回来 欢迎回来 你现在收听的是 报道有意思 我是代班朱祺琳 我是七号 今天 来帮大家邀请到一个 很有趣的来宾 像七号 像我台语没啥练等 我台语这么的破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说 是不是应该 好好学个台语 我今天就帮大家 邀请到一位 这个老师 长期在台湾 从事台语文的教学 我们欢迎是 陈庆华老师 老师你好 朱祺琳你好 大家听众 大家好 我是丹庆华 我是书台 国际中心的 欢迎的教师 不过我也在 有开台语的客厅 老师有开台语课程吗 老师您教台语台语 多久了 差不多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因为在民国差不多九十年时时 政府很高约要讲台语 和学台语 那时时文化大学 开台语的书主的背份班 我参加那个班 差不多上科上两个日 拿着证书 所以我就开始在文化台课 开始教台语 但是说实在 我主要的工作是教法语 就是教中文 现在台湾所有的法语的中心 有个做国语的中心 主要是教中文 台语是 辅食一些有兴趣的人学的 那您爽不是说很多 有兴趣的人 我怎么不教 我得教 是民国九十一年 教到现在 所以说老师 你近今是教国语的 现在也有教国语 现在算两个都教就对了 你双生道 对 还有教国语 主要是教国语 因为来 我要向大家报告 我在台湾和 第一个国语中心 主要是和国语 我们的对象是外国人 外国人 是外国人 外国人现在对中文 很有倾斥 感觉有需要 所以有很多人来台湾 我们说法语 台湾人说法语 就是我们说的国语 就是中文 所以主要是和中文 但是我们的国语中心 我们来误会 我也想说 要跟我们女朋友 家宿 可以说台语 主要他们的动机是这样 所以说你也有教外国人就对了 对 我们的对象都是外国人 都是外国人 对 这我就很好奇 外国人要和台语 他们取的情形 怎样 他们觉得很注意 对外国来说 和国语和台语 都是和外文 其实是没差的 不过他们 最台语学的就是国语 他们的主要来台湾 目的是要学国语 学国语之后 台语好好在教 他顺着学 所以我们的对象都是外国人 外国人有美国人 什么国家都有 我们说联合国 什么国家都有 有哪些呢 像美国、日本、法国都有 德国都有 他们学的情形 这样学起来 成效感觉 感觉如何 是不错的人 现在有一种 和国语、和台语的方法 没什么样 没什么样 对 算我们跟外国人 要跟他台语 跟我们跟法语 其实是同样的方式 成效的发音 例如台湾人 我们有七个音 当然是 以前是有八条 现在是七个音 因为第六到第二是同样 成效的如何发音 无音、主音、怎样讨论 那些条 怎样说 慢慢的效 在说日常的 好像对位 我们的对象 因为外国人 我们所谓的 都是比较基本的 学 所谓的方面都是 我们生活上 要用到的学 吃饭、吃饭、吃饭、 或是时间、问路、 打电话、要设计 这方面的 一般都学这方面 基本的、生活、对位 都学这种的东西 刚刚我跟陈清宏老师 台湾的时候 聊到说 还有像日本来的主管 特别来学台语 对 对 很出于 因为我在想问 为什么你们对台语有差 因为我们的女朋友 我们的老公 我们的太太 我们男朋友 就是台湾人 我们公共国是没问题 不过如果阿公、阿嬤、老婆、老母 有时候他们说什么 我听不懂 感觉不能说话真顺 所以我想要学台语 还有一个很趣 就是我学过日本的主管 来台湾的主管 他说奇怪 这台湾人看着我 驚泪、驚鸥鸥鸥 真笑 但是如果我进那广告 学会对保雷看出去 大家在七一一一 不知道在说什么 甘拜在说话 不是在说好话 说好话 对 我就要学台语 所以他就教掌 对于思台语、文化 都好好派我去教 我去教掌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要认识 他在学什么 我说有什么在这身边 因为我就是要学看 他们在说我的拍位 还是说他们有什么欢迎 不敢说我听 我会改善我的做法 我说我真有趣 很特殊 这台湾很有趣 很有趣 而且这个讲起来 它就是有台语 我台语是没有实战性的 对 他说我要了解 到底我的完工 是在说什么事情 是说我的拍位 还是说我有什么所谓 要改善 他不敢跟我说 我感觉 他说对我的支部 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主管学两年 台语说得不错 但他的完工都不知道 他听有台语 我真是神秘 真是有趣 不过就讲起来 因为它就是变成一个 沟通工具 对对对 而且其实沟通工具 你要学台语 其实要有一个 语言的环境 是不是 那如果说 你说现在小孩子 要学那个台语 他是不是有 好像语言环境上 比较不能配合 是啊 现在这种 有的人说 学台语 就跟老婆老婆 阿公阿嬢学就好 不用到学校学 现在 现在大家意见 没什么样子 但是 对于说 一个学习 或是说 生年人 有语言的方法 其实就要有 我们说要有意义 有语言的语 才会语言 如果说 他在台湾很久 有语言的环境 比如说 我就 嫁来台湾 还是携台湾 我就定居在台湾 我可以每天都在习 人们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可以这样语 我时间有语言 或是说 这个地方 台湾 说台湾话也很多 我就慢慢语 没要紧 但是 如果说 我在台湾 纪录是两年 一年 或是 我时间有 悠寒 当然 我们就要有 计算语言 所以我在语言的时候 就没什么样子 像我在语言 开始语言 声语 这怎么讨论 台湾话 最大的困难 就是变语言 后面是什么困难 如果放在头前 就不一样的发音 很简单 比如说公车 那个车 车 公车 坐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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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就说 车 把它放在头前 但是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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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车 第一声 车 车 第七声 就变成这样 车 车 车 ким 大人说 车 第一声 车 第七声 车 第三声 rom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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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ię 所以要變調是對於我們來講話的人沒有感覺 每天聽老闆老闆大家都這樣說 但是外國人他沒有這種環境 所以你就要教他怎麼變 你放後面是這個聲 放自己家裡單獨家裡的時候 或是放在月子裡的時候就是一彎來調 但是如果放前面他就要變調 你跟他說這些方法他還沒說到很奇怪的台語 所以這就是我們教學有教學有方法去教 跟別人說話的溝通這種方法是不一樣的 方法是不一樣的 對 要請問我真的很好奇 外國人 阿豬阿豬 學台語要怎麼直播介紹 介紹很趣 剛才主持人我們剛才在開講 就是說現在有技研環境 有現在新的字 新字 或是新的名書 那種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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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人這樣說 但是你如果說臉書聽得很奇怪 怪怪 大家都說臉書 就是說這款已經已經是很普遍的修容 還有是很新的名書 那一般我告訴他 你就是說國語就好 比如說他的名字叫大衛 David David 英語說David 國語說大衛 介紹我問你請問你從哪裡來 我從美國來 我是美國人 我叫做李大衛 我介紹呢 叫他介紹 用國語介紹就好 因為很多名字 像日本名 韓國名 說實在 念起來也很奇怪 沒人聽到 所以說 油美子 對 油美子 日本人的名字有四五五五十字的 說作國語 或是說外國名 外國名很長 亞歷三大 亞歷三大 要怎麼說台語 說台語 翻證人也聽不懂 所以我就說 名書 或是大家都同用 現在很現代的名書 直接就用國語講 其他才用台語講 這樣他們都可以接受 也比較方便就對了 比較方便 這是不是有反應說 現在台語 在跟這個 新的詞彙在接軌上 是有些出現一些斷層嗎 對 你看 國語聽眾 你可以注意聽 我們現在說台語 報告新聞 你要叫他 全部名書 地名 國家的名 全部用台語念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他能說哪一個國家 但是他如果說國語 大家聽話 意思就是這樣 一些新的名書 一些大家都這樣說的名書 就是大家都這樣說就好 不用就一定要翻作台語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 循環 不過你看我們現在報告新聞 報告台語新聞 比較 國家比較重要 也是都用國語講 還是比較專業的名書 他也是用國語講 因為你翻作台語 翻證大家聽不懂 不過重點是因為說要讓大家聽不懂 對 因為語言本來就是大家都聽不懂 你們就為了說要 我就要堅持我這個語言 原本的音是怎麼聽 反正大家聽不懂 這樣也適合他的意義 不過陳老師你已經提到 像黑台語 有些人會覺得說 很困擾 說好像這個字跟那個音 好像都各種版本都無 這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文法 問一個語言的文法 他的字的損失 都不一樣 台語是一個很古代的語言 所以他的台語本身的那個文字 是很古代的字 古代的字 現在用了一段時間都不在用 不在用 現在有的字就寫不出來 真的要另外做一個新字 來介紹這個藝術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很多很多課本 在教台語的 很多漢字 就說台灣字的 那些話都不一樣 很多課本 很多專家 他們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生活不一樣 所以他們漢字也不一樣 對我來說 我是教外國人 我覺得這種文字對我來說 不是那麼重要 只要要知道藝術 所以我在教的時候 都是直接犯出國語 直接犯出國語 比如說 很高興和你熟悉 我就說 很高興認識你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你如果說要說 認識我們台語 就說 真 歡喜 真 歡喜 食材 那個食材就不知認識 他就寫熟 成熟的熟 四字相似的四 就這兩字 熟識你 那你跟外國人說 熟識你 他說什麼叫熟識你 他就不知道 對他說 熟識是什麼意思 還有一個最基本的說 你有事嗎 國語說你有事嗎 台灣議會先生 你有事嗎 台語就是代表你代 字就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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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我們聽完 除了外國人說 什麼叫代字 中國人本來結得多 一個 真困難 所以我在打的时候我是以方便为主 所以我都说直接翻作国义 我给它更方便 对 因为国义的日子都知道 现在台湾的教台义的衍生 其实我们现在打不是打很沉 你不可能说打的说 我设施 设施文 打新闻 那些沉的日子不可能 一般的学都是学立上的对位 我们在生活上可以讲到的话 比较简单的话 比较简单的话就是 一般的英国义都翻译就好了 我就不敢翻作台湾以前的古早日 因为古早日有时候也不知道可以做这种 每个人说的 每个专家都有他们的意见 不是每个字都相同 有不同版本 对 不同版本 那老师你讲好像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 年轻人要学台语 你有什么建议吗 要学台语 比如说 他刚才要跟我们的家长 或者阿公阿嬷 要说话 或者是在工作上 说不定也用得到 有的时候好像找不到一个什么环境 可以来练台语 因为我的建议是 因为如果要说不是很困难 就是发音 有时候我听到 电视台或是小娘 如果说发音都说不准 不准 发音不准 没音 主音 不准 说一个小事 让大家听 我们在说 台湾人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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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但他那个 这个인 国族是没有 国族是没有 こう 有的人就說我是台灣人 就不用說那個歌 因為歌這個音 國語是沒有的 發言是沒有的 不然台灣小孩聽著聽著不清楚 他就說我是我是 說我有一個外國學生 他是美國人 達佈的人 他的女朋友 他說我是美國人 他的朋友說不對 我是美國人 不是我是美國人 他說老師你說不對 我女朋友說 他說我的女朋友說自己 我的女朋友說我是 老師說我是不對 他說不好意思 你跟你的女朋友說 不是我是 是我是 因為那個歌的音 那個歌的音很難念 他直接聽不清楚 他就把他放過 還是說不對 對外國人來說 但我困難 但是外國人聽的時候 他們都聽得懂 你如果教他我他就聽得懂 所以我說我的意見是 不管是台灣小孩還是外國小孩 發音 台灣的音 日母 主音 母音 要先教怎麼看 看著標準 看著標準 標準 他在念的時候 就不會說得很奇怪 像是青年代 沒有念回家 還是說 那個音不準 這種感覺 還有台語有變音嗎 像我剛才說有變音 變音有什麼 不少會變 比如說我 我們說我 如果一個我就是台灣會說第二聲 我 國語像是第四聲 我 但是第二聲 如果放在頭上 就要變第一聲 所以你說什麼人是丹老師 我 我來說 我是丹老師 變成我是丹老師 我就不能說我是丹老師 但是現在有少年人說我 我是丹老師 我是什麼人 他就是不能變調 所以我們要跟他說 不用誤情親 就是發音變調 我們台灣孩子或外國人 他知道怎麼變調 說就不能調調 怪怪 怪怪的調調 就是不能變調 那最了解的問題 如果我要學發音 有什麼主題可以找嗎 這很多人 說我發音也有很多方法 現在的發音 像我在教 我是用 我們最早來台灣團告 那些團告書 我們叫教會羅馬 教會羅馬發音 我是用這種 為什麼我用這個 因為這很簡單 就是都ABC 外國人因為很普遍 我的對象 我教的對象是外國人 所以你又叫他 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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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敢說 那是对外交人 我觉得不是很实用 所以我在教都是用 教育老妈的品音方式都教他 这样他们觉得很简单 虽然说不说很准 不过他们直接就念得出来 哦 这样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陈庆华老师 来 谢谢 大家再见 报道尉書 稍等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